欢迎收看什么是神经网络 我们所要谈论的神经网络不是动物或者人的神经网络 而是为计算机量身定制的神经系统 计算机神经网络是一种模仿生物神经网络或者是动物的神经中枢 特别是大脑的结构和功能 它是一种数学模型或者是计算机模型 神经网络由大量的人工神经元连接进行计算 大多数情况下人工神经网络能够在外界信息的基础上改变内部结构 是一种自己适应的逐渐的过程 现代神经网络是一种基于传统统计学建模的工具 常用来对输入和输出间复杂的关系进行建模 或者来探索数据间的模式 神经网络是一种运算模型 有大量的节点或者是说神经元和之间的联系构成 正如人类神经系统当中的神经元一样 它们负责传递信息和加工信息 神经元也可以被训练或者强化 形成固定的神经意识形态 对特殊的信息会有更强烈的反应 如果你看到这张图片 不管这是一只会跳跃飞奔还是漫步的猫 你都知道它只是一只猫 因为你已经被告知过 圆眼睛毛绒绒尖耳朵的就是猫 所以你通过你已经成熟的视觉神经系统 判定它就是一只猫 计算机也是一样 通过不断的训练 告诉哪些是猫 哪些是狗 哪些是牛 它们会用一个数学模型来概括这些学习到的判断力 最终以数学的形式 也就是我们这里看到的0或者1的形式 判断它看到的应该被分于哪一类 目前的百度图片搜索和Google Photos 都能轻易地判断人物地点还是事物 这些都归功于计算机神经系统的突破发展 这就是一个可视化的神经网络系统 它由多层的神经源构成 为了区分不同的神经层 我们会有不同的神经层的名称 输入层是直接接收信息的整神经层 否则传递接收到的信息 比如说一只猫的图片 输出层是信息在神经源中传递和中转 分析权衡形成输出的结果 通过这一层输出的结果 我们就可以直接地看出计算机对事物的认知 隐藏层是在输入和输出层之间的众多神经源链接组成的各个层面 隐藏层可以有多层 习惯上会用一层 这些隐藏层的作用就是负责传入信息的加工处理 就像人类的感知神经一样 信息的传递往往也需要经过多层的神经传递加工 才能衍生出对这种感觉的理解 通常来说计算机可以看到的和处理的东西和人类有所不同 无论是图片声音还是文字 它们都只能以数字0或1的形式出现在神经网络里 如果当时你想要问电脑 嘿 你看看这张图片是不是猙猫的时候 它能真正看到的全部是一堆数字 通过对这一些数字的加工处理 最终生成另外一堆数字 而生成出来的数字也有了认知上的意义 通过一点点的处理 我们就能得知计算机到底判断这张图片是猫还是狗 具体来说说神经网络是怎样被训练的 首先我们得需要很多数据 非常多的数据 比如说如果我想让计算机会判断猫或者狗 我就需要准备上千万张有标签的猫猫狗狗的照片 然后再进行上千万次的训练 庆幸的是我们现在的计算机已经运行的非常快 所以我们不需要再为运算速度所发愁 我们要做的就是只给计算机看图片 然后让它给我们一个不成熟也不准确的答案 有可能一百次的答案中有百分之十的是正确的 这就是像这样 如果你给计算机看的图片里是一只飞奔的猫 但是计算机却觉得它还是一只狗狗 显然是区分错误 但是这一次错误的经验却是非常有价值的 我们可以用这一次错误的经验作为名号老师 从错误里学习经验 那么计算机是如何学习经验的呢 这就是通过对比预测的答案和真实的答案的差别 然后把这一种差别在反向的传递过去 对每一个神经元向正确的方向上改动一点点 这样到了下一次识别的时候呢 通过所有改进的神经网络 计算机识别的正确率又可以被提高一点点 这样每一次的一点点累加上上千万次的训练 那就是向正确的方向上迈出了一大步 最后到了验收结果的时候 给计算机再次亮出猫咪的图片时 它就能毫不犹豫 自信慢慢地告诉你 这就是只猫 现在我们可以再进一步 看看神经网络是怎样被训练的 原来在计算机里 每一个神经元都有属于它的刺激函数 Activation function 我们可以用这一些函数给计算机一个刺激行为 当我们第一次给这个计算机看一只飞奔的猫时 神经网络里只有部分的神经元被激励或者是被激活 被激活的神经元传递下去的信息 是计算机最为重视的信息 也就是对输出结果最有价值的信息 如果预测的结果是一只狗 所有神经元的参数就会被调整 这是有一些被激活的神经元变得迟钝 另外一些却变得敏感起来 这就说明了所有神经元参数正在被改变 变得对图片里真正重要的信息敏感 这是被改动的参数就能渐渐预测出正确的答案 也就是它是一只猫 这就是神经网络的过程和加工过程 如果大家对程序语言感兴趣的话 特别是对Python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继续观看我的如何用Python编译出神经网络的视频 谢谢大家